大家好,欢迎来到我的频道,我是你们的朋友阿雅。 我有个同事叫小麦,她是一个熬夜达人,有时候为了等一个热点凌晨两点还在赶稿子,白天工作繁忙也很少休息,有一天她感到呼吸困难,心跳加快,被同事紧急送往医院。 医生诊断是长期缺少休息导致的,建议她调整作息时间,不能再熬夜了,否则就有猝死的风险。 每天必须十点之前睡觉,保证八小时的睡眠,面对身体发出的警告,经脉后悔不已。 从那以后,她坚持早睡早起,不再熬夜刷剧,慢慢的身体发生了改变,眼神也开始有了光泽,整个人精神状态好得多了。 医学杂志柳叶刀曾发表过类似的观点,长期缺乏运动,会让组织器官机能下降30%,各类疾病也会伴随而来。 每周保持两到三次的运动,能缓解精神的焦虑和心理压力。 当别人在熬夜刷剧时候,你已经跑完五公里了。 经常运动的人,比常年不运动的人,显得更加的年轻与有活力。 运动更多的是一种人生积极向上的态度。 整个运动过程中,持续的出汗会让你心情放松, 你会发现以前心理解不开的结慢慢地打开了。 心情变得格外地开阔。 多年以后,运动的人会比同龄人更年轻,更有活力。 同时运动让你精力充沛,工作效率更高,获得更大的满足感。 运动不会带给你立竿见影的效果。 但每天坚持规律运动,是最快速,最直接获得内飞态的方式。 养成运动习惯后,你会发现双臂双腿更加矫健有力了。 曾经的马甲线回来了,身边的夸赞多了起来,状态也越来越好了。 你流过的每一滴汗水,都会让你的身体更加健康和结实。 有句话说,能掌握及自己身材的人,一定是个特别自律的人。 他也更能掌控自己的生活方向。 除了睡眠和运动,能帮助人修养身体的方式就是养心。 有句话说的好,最好的养生就是养心。 万病从心起,万静从心生,有时候不是病痛找上了人。 而是自己思虑过度,找上了病痛心理内好越小的人。 会觉得生活越过越轻松,心理内越浩大的人。 会活得越来越痛苦,很多人因为外部环境纷扰喧嚣。 心缘一马,因为内心无处安放的痛苦烦恼,而焦虑抑郁,越期盼外界认可。 越是心理交瘁。 曾经看过一个美国女性温迪的励志故事。 她在43岁时离婚了,生活也因此走向坍塌。 这时候的温迪事业平淡,婚姻失败,皮肤粗糙,甚至体重达到了177斤。 她曾一度想过放弃自己,是女儿带着她走进了健身房。 初期她对于各项运动不得其道,感觉很疲惫,但是她没有轻易放弃,而是坚持锻炼。 养成规律的运动的习惯之后,曾经的游泳圈肚子竟然出现了马甲线。 温迪的状态越来越好,也顺利迎来了一段新的感情。 长期运动让温迪实现了年龄的逆增长,也让她走出了人生的至爱时刻,拥有了崭新的人生。 很喜欢这样一句话,你流过的每一滴汗,都在塑造一个更加健康的身体和更好的自己。 我们跨出去的每一步,都是身体健康的一大步。 规律运动,是现代人应该具备的基本素养。 它让人变得自律,也能让人更容易掌控生活。 运动,是成本最低,性价比却最高的养生方式。 快节奏的时代里,很多人总希望通过熬夜来安抚白天忙碌的自己。 睡个好觉,仿佛成为了稀缺的奢侈品。 曾经看过一个网上发起的睡眠调查,结果显示, 调查的人群中仅有10.8%的人能够睡得好, 其余人员均存在各种各样的睡眠问题。 睡眠,是反映一个人生活质量和身体状况的一面镜子。 实验医学杂志有一项研究显示, 睡眠不好,会破坏人体内肾上腺素的昼夜节律, 进而影响正常的免疫功能。 睡觉质量高,身体就能及时地将体内积累的毒素和垃圾清扫干净。 然而睡眠出现问题的人,就像一台不予养护, 却需要一直运转下去的机器,会感到心力交瘁,不堪重负。 近年来,睡眠问题已经成为危害生命的元凶, 很多悲剧也已经给我们敲响警钟。 清华硕士张斌在连续熬夜赶报告后, 突发心肌梗塞,在卫生间猝死。 天涯副主编金波工作很拼,经常熬夜, 因为长期睡眠不足,在地铁里猝死。 春雨医生创始人张瑞,因为工作每天吃不好睡不好, 因心肌梗塞不幸去世。 人的一生,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是在睡眠中度过。 好好睡觉是对身体的负责, 更是对自己和家人的负责。 朋友小麦是重度熬夜达人, 搓乱的作息让她晚上睡不着, 白天又挂着黑眼圈,昏昏欲睡。 有一天,她突然感觉呼吸困难, 心脚痛到不能站立。 急救室内, 小麦被医生提醒有脑部出血的前兆, 因为长期缺少睡眠, 她身体的很多功能都受到了影响。 医生叮嘱她一定要在十点之前睡觉, 保证八小时的睡眠。 与死神擦肩而过的小麦意识到了危险, 痛下决心开始调整作息, 不再熬夜伤身体。 兼职早睡早起一段时间, 她发现美美地睡了个好觉之后, 一睁眼就觉得生活充满了希望。 小麦发现生活更从容了, 每天都能好好的吃完早餐, 连精神状态都好了很多。 还记得朗读者的节目中, 90多岁的诗词研究大家叶佳莹先生, 虽然满头白发, 却气质优雅。 时间虽然催生了脸上的皱纹, 术极却让她的内心愈发风盈。 叶佳莹先生的一生非常坎坷, 经历过生死离别与婚姻不幸, 脸上却始终是云淡风轻的模样。 这份淡泊与宁静, 与叶佳莹小时候饱读诗书有很大的关系。 她出生在书香世家, 书中的智慧已经沉淀为优雅的气质和睿智的力量, 帮助她自信地面对生活的纷扰。 无论遇到什么困难, 她都能通过诗词, 转化为前进的力量。 那些看似鲜弱的诗词, 就如同铠甲一般, 帮她承受了生命不可承受之重。 人这一生难免会出现各种烦恼, 读书能够缓解大部分的焦虑和内耗。 书籍, 如同一座随身携带的避难所, 它可以帮助我们缓冲很多情绪, 试过心灵, 自然能够拥有健康的心理和身体。 作家于秋雨, 曾在某段特殊时期变得很消沉, 那段时间她不愿见人, 状态很是不好。 在朋友的建议下, 她选择去一座有丰富藏术的旧图书馆敬仰。 那段时光里, 于秋雨有了数级的陪伴, 心境转变了很多, 人也重新振作了起来。 好了, 今天就分享到这边, 感谢大家的观看, 下个视频再见。